我們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達拉斯台灣貿易中心主任 我們的目的是幫助台灣的廠商 跟美國的廠商做生意 幫助台灣的廠商到這裡來買 賣 投資 設廠 各方面 只要跟商業有關的 也幫助美國廠商到台灣去 投資去買 甚至去開辦公室去尋找人才 這次是一個專業的團 我們去年6月在達拉斯開幕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個團過來了 這次是第二次的團 我們在6月份 還會有一個汽車零備件的團 要到德州來 為什麼選擇德州 那是因為台灣認為 台灣很多人認為 美南跟墨北這塊區域 會是越來越重要的區域 在生產製造 科技方面 因為 幾個因素 美國政府有Megas in the USA的政策 第二個 這個 中國大陸 它的生產成本 越來越高了 所以很多台商 它就要離開中國大陸 到東南亞了 甚至搬到美國來 因為美國希望 美國製造 所以 更多台商會想到進來 就像TSMC到美國來一樣 那這些台商到美國的時候 它就選擇一個 公民的地方 那德州它的資源 它的電費 它的高科技的人才 跟它的地理優勢 是一個很吸引人的地方 特別是德州這邊 又沒有收入州的income tax 那我收到很多台商在加州 他們就問我 他們是想來德州 我就問他們為什麼 他們就講說 第一個 沒有那個州的income tax 第二個 這個location 可以當 讓他們很快發貨到美東 美國中部 再來就是 德州的各方面的成本 是具有競爭力的 無論你是在property tax 你在電費 這各方面都比加州有競爭力 所以越來越多台商 已經決定要搬到 搬到德州來 特別達拉斯 我也收到很多inquiry 達拉斯跟休斯頓 當然有一點不一樣 達拉斯在logistic 跟公路運輸 公運方面也有一定的優勢 所以很多台商 一想到達拉斯 那也有很多台商到休斯頓 特別是跟石化有關的 化工的 塑膠的產品會到休斯頓 那比較多 很多多元的產品 注重logistic的東西 注重那個ICD 高科技 semiconductor的 他就會選擇 選擇 達拉斯 所以我們 這是第二個團 今年六月 還會有一個 汽車零配件的團 如果你是做 跟汽車零配件 有關的 比如說是引擎的 活塞上面的 O-ring 或是說 汽車軸承 或是煞車 跟汽車零配件有關的 特別是零件 可以跟我們Office聯絡 台灣的汽車零配件 跟汽車零配件 這個產業 在全世界 是非常非常有競爭力的 它雖然不是 有自己做出 自己車子的品牌 可是它的汽車零件 是非常非常有競爭力的 甚至特斯拉 在做它第一部車的時候 它有百分之七八十的零件 是從台灣採購的 它的這個傳動的東西 它裡面有很多東西 都是跟台灣採購的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你看到今天這個視訊 你是做進口汽車零配件的 你是經銷汽車零配件的 歡迎你跟我們達拉斯台灣貿易中心聯絡 你可以直接打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是469-858-2076 我姓Light 我叫做Simon 只要你是休斯頓 達拉斯 你跟汽車零配件有關的 歡迎你都跟我們聯絡 我們這次六月份 會有一個更大的團過來 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 謝謝